美国想用三艘核潜艇震慑中国 那个时代早就过去了 国家利益网站称 美国兰德公司分析师弗里斯特·摩根在其新书中描述说 远程重型轰炸机是稳定危机的最佳力量之一 因为轰炸机功能强大 机动灵活而且极为显眼 非常适合展示力量和释放信号 而美国海军的潜射导弹的效果较差 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藏在水下看不见 不过他提到了一个反例 成为这篇新闻的重头戏 美国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 确实曾在2010年帮助稳定了一场危机 这一举动几乎被历史所遗忘 老司机查了一下 类似三艘美国核潜艇同时上浮 让中国极度不安的报道 从今年10月开始 已经陆续在多家美国媒体上出现 内容也大同小异 都在渲染当年三艘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 是如何让中国惊恐不安 时代杂志表示 美军罕见公布密歇根号和潜艇 平靠韩国釜山的照片 美国专家称 美军此举旨在震慑中国 传达其将利保亚太主导地位的态度和决心 老司机想说的是 随着解放军现代化不断推进 曾经被视为美国撒手锏武器的战斧式巡航导弹 如今已经默误 它存在飞行速度慢 路线相对固定 雷达反射面积大等一系列问题 在现代化的综合防空体系面前 难谈有效突防 而中国恰好是拥有完整的综合防空体系的国家之一 因此即便携带有462枚战斧巡航导弹的 三艘美国巡航导弹和潜艇 同时在中国周边露面 不但谈不上什么威慑 反倒是暴露了自己的心中